最近民众有反映在设置在中正桥头的入口监视器 那是我们107年 有县政府辅导 然后我们向中央争取预算 所新设置的车牌编制系统 那依照我们花莲县入口监视器设置管理办法 这个监视器的部分主要是在做自安需求部分来设置 所以它设置的目的是犯罪真法 并不是开高发单 这个请民众可以安心 目前我们花莲县的入口监视系统 那车边系统部分主要设置在连外道路跟重要的入口 总共有39处跟85只 在11月就可以上线 那一般的监视系统总共有5146只 设置在花莲县2478处入口